那有臭宝问到我艾滋曼 怎么浇水最好 你看 我先给大伙说一下艾滋曼怎么养 浇水肯定会告诉你 你看好多的这种豆了 我的豆呢 这是它的一个球根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 为什么我养的这个艾滋曼 就稀稀拉拉的呀 稀稀拉拉不要紧 你可以剪 剪了之后干嘛呢 擦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嵌擦的 都活了看到没 都在长新的了 就是你看它稀稀拉拉 你就剪它的叶片 剪了之后直接摁进去 因为它那一条不是特别长吗 又剪了往里擦就完了 它不是越擦越密吗 越擦越密吗 你看这种都活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是 别挂住了的话 一直往上洗光嘛 可以晒 越晒的话越红眼 在春秋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多晒晒 夏天的时候就别强光暴晒了 明白了吗 说到浇水这个事呢 就是你用的花水比较小 再加上如果你是吊起来养的话 水稍微多一点没事 明白了吗 如果你花盆很大 又是底座积水的那个 浇多了就容易烂了 明白了吗 它这个搭搭桥里边储存了 大量的水分 还有养分 明白吗 这个不需要过多的水量 懂这个事就行 但是呢 特别干旱的话 也是长得不化晒 简单一盖才这个点 像盆土要求的话 就松软透气就OK了 也可以用多肉的土 不过用泥碳土 就老花盆的这种通用配方度 表现的状态会更优秀 肥料选通用型的 光照不需要很长 明白了吗 如果说稍微有点温差的话 就稍微冷凉一点 它会颜色更加的艳丽 浇水还是摸一摸 浇给大家的方法 就像我们这个就可以浇水了 因为整个的都干透了 整个都干透了 该浇水了 你也可以摸这个叶片 稍微发软的时候就浇 明白了吗 配合着盆土来 有的话 有那个比方说冻的 或者说肥料烧的 又或者是水多 积水烂根的 它叶子也会发软 就是你结合盆土来 略干一点再去浇 会长得更好 稍微水大一点不害怕 但是你的盆子不用太大 明白了吗 浇的水能及时排出去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说到这个艾滋漫也挺有故事感的 就是以前 我跟我媳妇刚认识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叫艾滋漫 我说为什么叫艾滋漫 她说也叫心心相应 它两个叶子像小星一星一样 对着长 是吧 也叫爱情之浪漫 好了 一篇关于艾滋漫的养护 分享给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关注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软一 白了车宝